师姐 石英师姐 群里发的那份报表 我看他的数据还是有些问题 数据是我修改的 有什么问题 我理解数据这样修改虽然好看 但实在和现实中的数据结果差异太大了 老师会看出来的 老师那么忙 不会去挨个验转的 师姐 他 我知道你的担忧 但我比你多读两年书 也比你更了解学校的老师 报告 就按现在这个来吧 工作时间 这心里是不是应该只想着工作呀 好 我尽力 你还尽力 老板有何知识 谈什么恋爱呀 心里有点正事不好吗 支持感情稳定 创造更大价值 行了 这是客户给的修改预解 帮你时间给我弄 好 修改完才能走 知道 好消息啊 秦总 好消息啊 好消息啊 许总 真是稀客 要不要喝一点 我爸呢 已经决定 投资你们公司 我呢 也会全力扶持你 做你的项目 什么条件 秦总明白人啊 条件就是 你得想想办法 让蒋正涵 为我们所有 我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以我现在公司的人脉 以及技术层面来说 包括许总您 未来的公司 我们打败XV 完全不在话下 而且许总 他蒋正涵就是一个大学生 你怕他 秦总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之前跟蒋正涵 好像是好朋友啊 许总 我们现在谈的呢 是交易 不是交情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张安蒋正涵 我自有办法 但是呢 需要你配合一下 你给我的U盘里装的 是XV 最新款的 模型 对 蒋正涵现在 还没有上架呢 所以你让我 做这个 聪明 只要这个东西一泄漏 蒋正涵 理所应当 就成了XV的泄密者 不除我所料 XV很快就会开除的 并且 行业内怕是没人再敢用的 到时候除了来我这儿 他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许总 你这不是把别人往死路上逼吗 秦总 咱们谈的是生意 不是交情 这可是你说的 退一步说 就算咱们不用蒋正涵 这模型我也给你了 咱们可以和XV同事 或者是提前一步 把这个产品开发出来 秦总 你应该不比蒋正涵差吧 既然同坐一条船上 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我呢 是很希望这一次 能够和Lion公司合作一下的 你们公司资金链断裂的事 好像也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吧 我也就跟我爸说了 等咱们项目一上线 他就马上投资到你们公司来 你要不信的话 去问你们家老爷子 那小秦总 合作愉快 对了 有个事 你得帮我办一下 上班快迟到了 蒋总 你还玩什么电话游戏啊 我这不是怕你 走路摔跤 给你打个电话 提醒你看路嘛 你无不无聊啊 电话费不要有钱嘛 我愿意也不行啊 你是 你是霸道总裁吗 今天是周一 希望我女朋友上学一切顺利 我会随时给他汇报行程的 你是打算一直跟我打电话到公交站吗 你人呢 快到了 你快去吧 你后面有一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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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朋友 你先去吧 快去吧 走了 公共场合 年轻人 是不是应该克制一点啊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 就跟老流氓跟我谈道德底线一样 好违和呀 你说谁老流氓呢你 我告诉你啊 下午公司开项目会了 不出意料的话 下期公司的主营项目就咱们这个了 上会之前 你给我好好检查检查 不许出纰漏 放心吧 检查过了 咱们用的不是新型模块吗 模型之间的五核是不可避免的 你那部分的问题 是不是需要后期维护啊 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主要还是数据清洗 尝试一下改良的那个模型吧 你不是说你不交作业不能毕业吗 对啊 今天不用交作业吗 本来是啊 你不给我好好过来了吗 是啊 我已经跟教授请过假了 女朋友帮我代交作业 但是明天要开项目会啊 这样吧 今天呢 就放你一天假 晚饭之前呢 汇总一下你的想法 发一封邮件给我 不用详述 简单概括就好 真的假的 哎呀 陪陪你女朋友吧 那个 经济男朋友的职责 大恩不也行 赶紧走 正好还没有改变主意 明天早点来啊 流氓 小谢 可以啊 就这么两天就把项目给做出来了 是啊 下期公司的主题项目肯定是你们的了 请看看 谢总 这个项目啊 蒋正涵才是主要研发人 功劳要记在这小子头上 这小蒋 这小子 可真是前途无量 这小子是有点才华啊 但主要还是我这个领导 领导的好啊 哈哈哈哈 我发现我们刚才那个隔空对话 特别像史密斯夫妇 夫妇这个词用得好 易于重低 我发现你最近熟练使用成语的能力 有大幅度提高 那必须啊 要跟你爸对师 我的这个成语能力必须提高 项目做得怎么样 多么多难 不过一切都会过去的 睡那么晚起那么早 你要控制好节奏啊 不能再这样了 你给我扮你丑干嘛啊 因为我更丑 哈哈哈 谢总 慌慌什么呀 那个这个许总的跟我说 什么 等我一下 好 电话 喂 你好 哦 黄秘书 好 好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回来 有事吗 我没有办法送你去学校了 公司出了一点事 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很严重吗 没事 我会处理好的 嗯 路上小心 走了 好 到了给我发信息 好 怎么信了 你先去吧 嗯 没时间解释了 他们在等我们 老大 这事不是我干的 这事不是我干的 别看了 你干嘛干嘛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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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